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嘉义 她回家第一件事 先看妈妈 妈 妳的家吗 60岁的黄阿姨 是位单亲妈妈 20年前就跟丈夫离婚 一个人靠着务农 每个月只凭 三万五的薪水 就带着两个孩子长大 在当时命运带来挑战 从没能压垮她 直到三年前 妈妈被诊断出 罹患失智症 同时还伴随着 心脏半膜致患手术 脊椎退化 以及双眼白内障疾病 申请长照服务后 被判定在长照需要等级 CMS达到最顶的第八级 还另外领有重度伸障证明 当命运的困境再度轮转 这时才发现 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什么都不怕的女汉子 她们总说妈妈不怕 妈妈七十八十六心 她八十七不去 爸爸八十八回 像这些人寒流来 没有人想妈妈不怕拔倒 我爸爸也忧不悔 那时没那么厉害 那时真的 厉害小厉害都在拔倒 都很恐惧接到店铺 爸爸八十八岁 妈妈八十六岁 王阿姨虽然有其他兄弟姐妹 但她却选择 一手接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三年前 住在云林的她 一天是这样的 早上五点 在云林的家中起床 开车去务农 下午四点半 从云林开三十分钟的车 回到嘉玉老家 紧接着帮妈妈洗澡 煮晚餐 直到深夜 再开着三十分钟的车 回到云林 没有一天例外 这就是这样 每天塞车对他 有睡眠到家里 对啊 没人都在台北 没人在这路 刚才有事 没人用 没人回来处理也是不可以的 无人无人好 现在的她 看似天性乐观 坚强 但在当时 面对家中巨变 因为不知所措 孤立无援的照顾生活 让黄阿姨被精神科诊断 罹患了忧郁症 去家医基督教医院 看精神科之后 有私自关怀的一个小姐 正小姐 她跟我们关怀说 要找什么来帮我们帮忙 我说好 你帮我们帮忙找 小姐我没有讨厌 什么都不想 她都帮我帮忙 她也很耐心 还很爱心帮我们帮忙 让我 本来在我们地 不知道怎么走 走不路 我才知道 她们这些都 穿她的手来帮我帮她去走 照今天 让我很放心 黄阿姨的故事 并非只是个案 根据调查 65岁以上生活活动 需他人协助的长者 近九成居住在家中 一成多是入住机构 其中有超过六成 主要由家人照顾 其余则为自行聘雇看护 或亲友照顾等 此外在主要家庭照顾者方面 平均照顾年数为7.69年 每人每日平均照顾的时间 将近8.9个小时 照顾者她们如果遇到 有失智症的长辈的话 她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因为失智长辈她们晚上会有 日夜颠倒的问题 因为照顾没有办法 好好地出去工作赚钱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她们可能会先吃老本 那我们在访试的过程中 要去理清她的所有的想法 跟她的照顾规划 让她有一个可以商讨的人 经济与体力绝对是家属 会面对到两大沉重的关卡 这也是长照服务中 第一个要帮忙解决的问题 而当中最关键的政策 就是长照四大给付 哪四大 第一照顾及专业服务 包含基本日常照顾 餐食照顾 协助沐浴及陪同就医等 以及协助训练失能失智者 提升生活自理能力 或指导家属照顾技巧 第二提供往返居家到医疗院所 社区市长照机构或据点的交通接送服务 第三提供包含租借或购置轮椅 电动代步车等生活所需辅具 并协助装设扶手 减少失能失智者家中 高低落差等居家 无障碍环境改善 第四接替家庭照顾者 来照顾失能失智者 让照顾者可以暂时放松休息 喘口气的喘息服务 这四大给付项目所需费用 是根据失能失智者的 长照需要等级来计算 而民众部分负担费用 则是依经济状况而定 在给付额度内 一般家庭最多只需负担 其中的16%到30% 低收入户家庭 则可全额免部分负担 最大的改变就是 把阿嬷洗身口 煮饭给他们吃 还有交通车 这保住我们很好的 他来把我们洗身口 花一点点钱才花五十一块 五十二块 五十几块而已 很小的 别人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 真的超级帮助我 超级大的 我们家庭照顾的 就是服务的照顾小站 好 现在都够在元秋 元秋 对 吴小姐认识黄阿姨两年了 直到现在 黄阿姨只要心情不好 或者需要协助的时候 都会来找他聊天 今天吴小姐特地帮黄阿姨 做了一张 长照服务联系表 以便黄阿姨在照顾时 有相关需求 都能找到人来协助 不 我都找你了 找你都找你 你帮我用了 阿哥 交通车这支 就是七天前教车 有 有 长照是一条漫长的路 照顾者要先学会的第一件事 或许是不要将所有的责任 由自己一肩扛起 要善待自己 也适时让专业人员 来帮忙减轻负担 才能发现这条路 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